歡迎回到晚間新聞 中共干預加拿大選舉的消息持續發酵 聯邦反對黨議員 正推動國會委員會對此進行調查 來看本台著加拿大記者李威的報導 好的 謝謝主播 根據加拿大情報部門 提交給總理特魯多的報告 在2019年的聯邦大選中 至少有11名候選人 得到了北京方面的秘密資金支持 這筆資金是通過中介 轉交給與中共有關的候選人的 其他的指控還包括 中共安排了特工人員到國會議員的辦公室 來影響政策的制定 拉攏和腐化前加拿大官員 以及發起激進運動 來打擊那些反對中共的加拿大政要 特魯多回應批評時說 政府已經採取了措施來保護選舉的完整性 未來也將繼續增加力度來打擊外國干預 外交部長日前就表示 將打擊外國政府對加拿大的干預 這樣的舉措要列入新的印太戰略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政府 以為人民的權利和自由 以防守加拿大利的關鍵 在一個更嚴重的危險的世界 11月9日已有6名國會議員 聯名致信內務部長設委員會 要求盡快召開會議 來解決現在面臨的問題 好的 現在把鏡頭交還給演播室 對